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换身份拿到绿卡的申请 i485 或者其他的申请 包括i765 i131等等 提交了以后 大家当然都希望早日获得批准 有的时候申请人会看到说 我周围的人 我单位的同事 我隔壁的住户 或者我在网上看到的消息 他们得到批准了 那我的为什么还没批 什么时候轮到我 或者说我听说 移民局已经处理到了 某个月份了 我的申请也是在那前后提交的 为什么还没有处理到我 或者说我问过移民局了 移民局说60天会给我消息 现在60天已经过了 我怎么申请还没有批 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经常收到来自客户的这样的询问 所以我们在这里统一解答一下 首先移民局处理的时间不一致 这个政策也经常发生变化 因为移民局它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个是当然要服务申请人 为申请人的申请尽快得到批准 比如说以前移民局曾经承诺 说我们要减少 缩短i485的处理时间 几乎所有的485都在六个月内得到处理 后来国际局势又改变了 国内形势也变化了 大家又看到要做严格的背景调查 防止批准的绿卡 批给了不该批的人 有犯罪记录 甚至是恐怖分子等等这样 所以移民局又说到 要更严格的来审查申请人的资格 所以现在根据我们的观察 485申请往往至少要一年 有的时候甚至更久才能得到批准 所以我们看到根据政策的变化 不同时间也可能不一样 然后移民局有不同的处理中心 他们的处理时间也可能会不同 另外有的时候 事情在批准以前 会从一个处理中心转到另外一个 或者从国家的中央的处理中心 转到移民局本地的办公室 这个也都会影响处理的时间 具体来说 我们这个case by case 同一种申请 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时间 那么不同的人 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时间来批准 对于有一些类型的申请 可以用加速审理 Premium Process 或者是PC 具体哪一些呢 对于EB1A 140 EB1B的140申请 还有呢 由雇主为个人提交的 基于这个Perm的安140申请 像这些移民申请可以用加速审理 还有呢 关于这个O1的工作签证 L1的工作签证 以及一些个别的 H1B的签证 可以用加速审理 但是还有很多是不行的 比如说NIW的I140申请 就不能用加速审理 EB1C的I140也不行 还有呢 很多目前的H1B 要换工作的 或者呢 是第一次需要抽签的 像这样的H1B 现在呢 移民局也不允许用加速审理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部分呢 就是485 调整身份 最后的这个处理 也不能用加速审理 我们在其他的视频里面提到了 移民局从总体来说呢 并不特别喜好加速审理选项 所以根据我们的观察 对于140 像EB1A 这样类型的申请 很多时候用加速审理 更容易招致有RFE 甚至申请被拒 具体为什么呢 我们的其他的视频里 已经讲解过了 总体来说呢 虽然队友的申请 可以有这个加速审理的选项 移民局目前呢 另外收1410美元 答应在15天内处理 但15天内处理 并不一定是就批准 也可能是要求 补充更多的材料 那申请人还要花几个月时间 精力来补充这个材料 所以最后呢 可能也欲速则不达 不一定能够加快处理的时间 可能还有更多的风险 还不说要花更多的钱和精力 那么怎么样 到底来估计 我这个申请处理到什么程度了呢 移民局网站上呢 你可以查 申请的进度 case status 但是呢 那不一定都准确 有的时候呢 申请已经批了 这个网站上也没有更新 或者永远也不得到更新 这个呢 是政府机构办事的问题 不仅仅是这一项 那么另外呢 当然移民局还有一个APP APP这个呢 是在手机上可以用 可以下载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呢 APP上的信息 一般来说 比移民局的网站的信息 更全面一些 更新的也更快一些 除此以外呢 移民局定期呢 会公布processing time 公布的很全 说每一种申请 每个办公室都有 处理到了某年月的申请 但是这个信息呢 内容很详细 但不一定准确 说公布到了2018年3月 已经这个申请 已经得到处理了 你并不能以这个为理由 说我的申请也是这时候交的 为什么没处理我的 它只是供你参考的一个processing time 当然你可以查一下 得到一个安慰吧 或者至少得到一个参考 对于有一些申请 比如说I-765 还有I-131等等 然后呢 你还可以要求 要移民局特殊的来加速申请 expedited processing 那你需要有合适的理由 比如说如果要离开美国旅行 如果说家人生病了 那你要有来自医生的证明 翻译成英文的这样的证据 如果说马上要开始工作 如果不开始工作呢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 对个人的财务的影响 或者呢 对单位造成重大损失 那么你也要有相应的证据 比如来自雇主的信 或者来自个人的收支啊 支出的情况等等 像这样 然后你要有证据支持 如果只说我很着急 很着急 已经等了好久了 这个呢 不是移民局接受的证据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申请好长时间没有批 有的人呢 可以说在移民局本地的办公室 可以约info pass 但是这个呢 我们认为坦率的说 用处不大 首先呢 移民局再逐渐取消这个info pass 另外呢 这个如果你的申请就在本地 比如你的485面谈 已经过了一个月 还没有批 就在这个你的文件 卷宗还在这个办公室 你可以去考虑 和这个当初面谈你的移民局的官员 再讨论一下或者查询一下申请的情况 这个会有用 但如果你的申请还在 processing service center 然后还在移民局的中心来处理 一般呢 到本地的办公室没有太大的用处 那还有呢 你可以在网上提交service request 这个呢 移民局收到以后 有时候会跟你说 那我们收到你的信息了 你的申请还在处理中 过60天 我们会给你回复 这是它的承诺 但是也不一定 它60天以后一定就会回复 给你这个政府办事的问题了 那么还可以联系议员 然后呢 查询你的申请情况 对有的时候 尤其是申请 已经拖的时间比较长 比正常的处理时间 要长很多的时候会有用 这个呢 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尝试 尤其是在i485的这个处理中 对于其他的申请呢 对i765和131可能也有用 对140啊 或者签证转换呢 可能用处不大 那总体来说呢 我们的感觉 有的时候呢 不要催移民局催的太多 要不然的话呢 可能会有反作用 因为移民局的申请的工作人员呢 就处理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 他就发一个模板的要求补充材料 甚至拒绝的这个信 这个按说是不应该的 但是世界是不完美的嘛 那么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呢 还是看到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有的申请人每隔一段时间 催移民局一次 怎么还没处理到我的申请 怎么还没处理到 然后呢 后来移民局被催的烦了 后来发的比较不讲道理的 IFE或者是聚系 这个在将来的理想社会 可能这个情况会避免 会改变 至少目前呢 还是实际存在 那么这个呢 大概是我们的一些总结 观察 大家提供的信息 就是申请提交以后 要多长时间能得到批准 如果还没批 应该怎么办 可以怎么办 除了这些具体的信息以外吧 我们一般的建议嘛 那么你申请已经提交了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就可以 见我们的其他视频 比如有一个呢 是说在等待绿卡期间 还可以做些什么 大家知道现在有这个排期 有的时候呢 你140的申请就是批了 你还要等待排期到 才能交485 才能做后面的手续 完成绿卡 所以呢 对你来说申请早批晚批 当然是有区别的 但是有的事情 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不要为他来生活中 别的事情都耽误了 同时呢 你当然还可以积累条件 这样呢 有的时候 你也许可以通过 其他的办法 来申请绿卡 然后呢 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发展 可以积累更多 更好的申请资格 如果简单的可以说嘛 马照跑 舞照跳 是吧 这个不要说 因为等待 这个把其他的事情都缘误了 那么美国仍然是世界上 最大的移民国家 每年仍然都有上百万的人 拿到美国绿卡 这个事情呢 一定程度上 可能可以比喻成股市 那股市呢 大部分的工作日子都会开 是吧 那永远都会有机会 那你说我买了股票 然后我就每天看 不停的看 这个也不一定就会 你就能影响到股市的走向 是吧 这不可能 那同样呢 你的绿卡 或者移民签证申请提交了 然后呢 那当然大家都希望 尽早批准 可是你每天去看它 焦急的想它 这个事情呢 并不会对申请的早晚造成区别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更好的考虑到这一点 调整心态 那前面呢 我们也讲到了 申请提交以后 目前看来 要怎样查询 得到批准的时间 如果还没批 可以有什么办法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